115 承報 腦退化家居改造工大生奪冠 2015年7月4日 港文A06本部《港民報》報導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的學生奪得社會創新發明家居改造設計比賽大專組的冠軍 為腦退化症患者特別設計家居 即以為腦退化症患者一家帶來正面的能量 非牟利環保團體世界綠色組織 舉行社會創新發明家居改造設計比賽 室內設計高級民憑二年級學生奴婦芳、楊威和奴其安組成的團隊 獲得大專組的冠軍 比賽激發年輕人創意世界綠色組織昨日表示 根據資料顯示香港約有如7萬名腦退化症病人 並且估計數字仍會不斷攀升 每五年會升一倍 到2036年腦退化症病人將會多達28萬 由於至今腦退化症未有根治的方法 患者會出現記憶力衰退、喪失語言以及身體控制的能力 世界綠色組織希望舉行社會創新發明家居改造設計比賽 活動可以幫助患者的家庭 帶來正面的影響力 而且可以激發年輕人的創意 參賽隊伍要根據大會提供的22平方米公共屋 H單位平面圖 設計一個方便患有腦退化症的婆婆與兩位家人同住的家居 參賽隊伍的設計要顧及腦退化症患者的需要 同時設計要能讓腦退化症的病人帶來下廚的快樂回憶 令組奪商館比賽冠軍香港公開大學另外4位民憑同學 包括鄭欣明、楊陽、何澤昏和郭家熙 從近200支來自香港 以及中國內地的參賽隊伍當中脫穎而出 奪得2014至2015會計及商業管理個案比賽大專組冠軍 參賽隊伍要為一間本地珠寶公司充當策略顧問 進行企業研究以促進在未來3年持續發展業務